吉安湘浩克艺术村这个星期邀请到了华东盆栽艺术协会举办年度展览 共有91盆的精美盆栽作品亮相 其中有4盆是百年以上的植物盆栽 非常的珍贵难得 而展期只有6天 乡长游书贞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来参观欣赏 花迭县华东盆栽艺术协会一年一度会员连展 8月24号到8月29号 在吉安浩克艺术村的10号馆登场 乡长游书贞感谢社团带来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作品 让乡亲能够获得生活中的正能量 再次感谢华东盆栽艺术协会 带来今年非常精湛的盆栽特展 这也是吉安湘 大家乡亲满满期待 更是浩克艺术村年度展览非常重要的一个展期 所以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一起来到浩克艺术村 今年特别展出了四棵百年的老树 来对应我们浩克艺术村场外的四棵百年老树 带来了尽是我们收藏家满满的爱跟关怀 所孕育自然天成的每一本 奇特的盆栽艺术展 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在展期期间 把握时机前来浩克艺术村 华东盆栽艺术协会113年会员连展 共有91盆精美盆栽 其中有四盆是百年以上的植物盆栽 非常珍贵难得 展期只有六天 乡长游熟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浩克艺术村参观欣赏 介络会即然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